一气奔腾全新MPV测试车碟照 2019年亮相 日前我们从相关渠道获得了一组一气奔腾测试车碟照 该车采用了森雅RT车体进行伪装 根据紫线消息 一气奔腾和一气吉林森雅等品牌 销售渠道未来将进行整合 因此迪绕当中的车型 可有可能就是基于森雅RT平台 大高的一气奔腾全新七座版MPV车型 预计会在2019年正式发布 测试车采用了森雅RT车口进行伪装 前脸部分仍保留着现款森雅RT的设计 在车身的侧面以及尾部 则进行了明显的加长处理 后排车门前部和后轮 供后部均以临时配件所补充 尤其是B柱和C柱发生了部分扭曲 可见这款车在轴距和车身长度方面 都远远超过森雅RT 根据一气吉林公布的新产品计划 基于森雅RT平台打造的全新MPV车型 将会在2019年左右推出 同时参考一气吉林森雅与一气奔腾平台的 渠道合并规划 未来这台全新MPV很有可能悬挂一气奔腾平台进行销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Caf裡